无论上班族或学生 其实只要找到空档 就要把握机会去走动一下 像是可以打开健行APP 就能够帮你记录部署 选择合适的地点 像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台北市育泉公园 也就是健行APP的推荐地 未来还有机会可以参加抽奖 增强走路的步伐频率 每分钟90步以上 世界卫生组织表现 是最容易执行的运动方式 一周累积70到90分钟 包含英格兰卫生署报告指出 就有减少15%的过早死亡风险 好处还不止如此 促进我们的脑内肥 相对的比较开心 可以减少忧郁高血压 还有糖尿病 也可以降低这样子的一个风险 那即使你已经有高血压 或糖尿病 那透过我们的运动的话 也可以让我们的血压 还有我们的血糖控制的比较好 而国健署的健走笔记 可以选择挑战路线 包含百岳搜集 搭乘捷运就能抵达的挑战公园 获得徽章就有机会参加抽奖 那恭喜这位 Win Wang 哇 已经出炉了今天最大的奖项 是Caroline 赚健康还赚到好礼 国健署表示 疫情前后 国人肥胖限时率从一成七 直升到五成 而就回全民线上见走 参与人次就高达27万人次 部署整体逼近十亿步 这个人是相当于什么呢 是大家共同走了71万公里 非常远 其实绕了台湾357圈 那更聚焦一点是 我们一起共同解决了 165523个大麦克汉堡 每个礼拜有150分钟的 中度强度的运动 对质50.3的肥胖的一个盛行率 那每天只要走简单的400公尺 我们就可以累积抽奖的机会 超过27万人次参与活动 即使赚到健康抽中好礼 不过自主养成习惯 不受奖励优因走起来 这样的健康才是自己最大财富 日记微信天下梁海耀 台北长报道